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清蒸葱鱼 有一条1磅的急冻葱鱼 开了冰之后第一样就是切开肚子 在这里开一刀长长的 用一把利的刀 开了之后就把内藏拿出来 用清水冲洗 清洗干净后就用厨房纸抹干水分 尤其是内藏更加要抹得干干净 抹干水分之后就在新的两边开几刀 让它容易入味和容易熟 拿起鱼鳍开一刀 然后隔一串位再开一刀 开三至四刀除了你 我通常开四刀 这里也是这样做 拿起鱼鳍开一刀 开完之后就要腌了 我会用少许盐 用四分一茶匙的盐 灑均匀全身 和肚子里也要 用少许盐腌 然后用白胡椒粉 不用太多 用百分一茶匙肚子也要 自己就住的份量 然后用多一点的就是味淋 这个调味 我首先用一茶匙 这边捞均匀 加多一点的味淋 分开三次 每次一茶匙 一茶匙就放入肚子里 好了 另外一茶匙就放另一边 然后我们就要腌鱼了 水滚了 鱼也腌了半个小时 放入肚子里 我会用大火 一路蒸十分钟 盖起来 十分钟之后 我们再说 很快十分钟了 我先关火 然后 把鱼拿出来 蒸开 蒸好鱼呢 第一样就把它转一转 用来上桌 把它转过来 这样就未上桌厨 我还要煮少点东西 首先我开大火 三汤匙的油 要煮滚了些油 至于鱼方面 我这里有些配料 有10克的甜椒丝 10克的葱丝 和10克的姜丝 如果你喜欢辣 你用小米椒的丝也可以 我这个是甜的 我每样都会灑一半 在鱼身上 即是放5克 每样都是这样 放一半 葱丝 和红椒丝 都是放一半 油滚了 油滚之后 我将剩下的 我剩下的 5克姜丝 五姜葱丝 红椒丝 放下去 让它爆一下 爆香气出来 我可以吃果 然后加三汤匙的蒸鱼豉油 搅拌一下 然后将我做好的酱汁 淋在鱼上 就好了 那我就蒸好这道蒼鱼了 我开饭了 简简单单 有好味道 鱼马铃鱼 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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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成 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